第四章 Xamu1.force 资料细节 在这一堂里面 我们将带同学来认识资料细节 并且我们会利用资料细节 来进行控制项属性的一些绑定 除此之外 我们也将说明 ListView 资料的细节 用来呈现资料的清单 接着我们将介绍整合后端API的服务 以及在开发APP里面 我们常使用到的非同步机制 最后呢 我们将有两个实作 分别是空气品质查询的APP 以及口罩查询的APP